银灰色外形潜舰在外海载夫载成 中国大陆最新隐形潜舰039C 在东海被渔民目击到最新的演练动态 军事专家分析039C型潜舰可能携带鱼雷 还有设成可达将近550公里的 英级18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 根据解放军相关资料 039C型潜舰在武汉打造在上海蚁庄 目前才下水一年多 2022年入列主要负责 东海及台海防御的东海舰队服役 解放军海军动态最近受到瞩目的 还有大陆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更被官媒环球时报评为 大陆网友最关心的明星武器第一名 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目前正在开展细薄实验 后续将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项目 大陆国防部11月底证实福建舰进行细薄实验 近期更被捕捉到进行电磁弹射系统测试 离海市之日不远 而最近有大陆媒体指出 第四艘航母也在建造当中 极可能被命名为四川舰 四川省共青团的官方微博突然官宣 解放军第四艘航母将会命名为四川舰 影片曝光之后引发不同地区的网友讨论 但是大陆军事专家宋忠平则是分析 大陆航母命名应该是以沿海省份或是直辖市为名 四川是内陆省份 不太可能成为航母名称 另外被评为劳模曾经参与环台军演的山东舰 以及堪称是美国航母杀手 搭载英级21先进反舰高超音速飞弹的055万吨大区 也都是几近2023年最受关注明星武器排行榜 前十名记者综合报道